因為我很久沒有就是跳舞了 跳舞是我小時候的事情 然後我當媽媽已經有六年的時間 然後六年的時間我都專注在家庭裡面 那我就發現其實我的頭腦一直都一直在緊抓我的身體 當我今天就是來練舞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我的頭腦跟我的身體是沒有辦法在一個狀態裡面 可是瑞里老師他就是會一直帶領你去聽音樂 去呼吸一下去感覺到你是被釋放的 所以我覺得跳舞師不管年紀幾歲的是什麼樣的職業 只要你願意就是長期去放開你自己 你都可以來到這邊去體驗你的身體 我會不會再拍攝大廈 是多嗎 昨天晚上的時間 就好 我會不會再拍攝大廈 我就會不會再拍攝大廈 然後我會不會再拍攝大的 我會不會再拍攝大廈